国平奥运会的女当要六选二 马林教练说了不算 孙英莎提前锁定一个名额 陈梦跟王曼玉的竞争最激烈 肖丈教练给出了一番很好的建议 首先提到肖丈教练的建议是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根据国内的选拔大赛 来进行一场循环的比赛 把国平最优秀的六位选手 直接拉出来进行一场循环比赛 谁的实力更强 谁就能够出将巴黎奥运会 并且也根据世界排名来锁定另外一个比赛的名额 肖丈教练的这个方案是比较不错 比较公平合理 但是刘国良却没有接纳这个方案 哪怕肖丈教练确实带出大满贯的张继科 也带出了王曼玉等选手 但是现在刘国良不认可这种做法 因为刘国良他选拔人才的方式跟日本队韩国队不一样 刘国良不希望通过国内的选拔大赛来决出名单 他则是通过奥运会的积分世界排名 还有国平教练组最终共同商量决出最后的名单 简单来说 一个女当比赛名额就看谁的世界排名第一 另一个名额则是要看国平教练组综合讨论选出来 但是在接下来的女当比赛当中到底要选择谁呢 其实国平一共就六大金花打得最优秀 分别包括了世界排名前四位的 孙英莎、王一迪、陈梦、王曼玉 尽管第五名是日本平方球队的早天心 但是第六跟第七名都是国平自家的队员 包括了陈信彤、钱天义 都是国平最优秀的女当选手 因此国平以上六名选手世界排在前七名 这六位选手可以进行一场对决 但是刘国良没有这么去做 而是让这六位选手去进行世界排名 毕竟巴黎奥运会是7月26号之前 还可以去确定名当的 也就是距离奥运会的比赛还有时间 国平还有选拔的机会 还有选拔的资格 其中孙英莎提前锁定一个比赛名额 这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地方 毕竟孙英莎奥运积分 以及他的世界排名全部都是第一名 他出战奥运会没有很大的问题 而另一个女当的比赛名额 就要从五位选手当中选出一位 目前来说 陈梦作为上一届的冠军 王曼玉作为四平赛的冠军 这两位选手谁出战呢 竞争最激烈 马林教练是比较希望他的陈梦弟子 能够去增战的 但是马林说了不算 马林教练虽然是女拼带头人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刘国良的手上 所以刘国良最终还是会经过综合权衡考虑 选出最后的一个名单 而到底要给到王一笛 陈梦王曼玉 还是陈信同前天一来出战呢 又或者是给到其他选手呢 其实说到底还是得靠运动员自己打出来 毕竟7月26号才打奥运会 在7月份开打之前 国兵的王曼玉陈梦等选手都有机会去争夺 谁能够在这比赛期间 包括了拿到WTT世界杯的冠军 以及WTT明星大赛的冠军 谁能够拿到更多冠军 拿到更高级分 谁就去出战 这是最合理 最比较合适的寻拔方案 对此大家觉得谁 增赏会更合理 说说你的看法 也感谢各位 投票投影的朋友 下期再见